第一期的共創明天計劃 在2022年10月29日正式開展 學員的名額由最初我們定是2000名 增加到最終的2800名 以便可以取錄全數合資格的學員 教員定的目標就超出了40% 計劃自推出以來就獲得 大約120個企業和機構的踴躍支持 協助共酬得的捐款是大約1億4千萬 招募了足夠數目的有師 以及也有大約88節的團體活動 供學員報名參加 自2023年1月底起 已經完成了計劃的營身活動 三節的基礎訓練課程 包括人生規劃、提升能力和財務計劃的學員 陸續開始獲得發放啟動資金5千元 直到2023年的4月底 超過2000名學員已經獲發啟動資金 讓他們可以在有師的指導和諸詢下 實踐個人的發展計劃之用 學員在完成計劃之後 將會另發5000元的獎學金 讓學員應用在計劃期間 學會的理財觀念 自行決定用途 我們為計劃制定了一個指標 就是完成計劃的學員當中 不少於70% 在提升個人發展和正向思維方面 取得進步 就此寫處已經委託了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團隊 進行評估工作 研究團隊會在為期一年的計劃之前或之後 通過填寫問卷 等學員進行自我評估 安排有師和家長評估學員 在八個預設的指標的表現 從問卷收集的資料 會用作評估學員在完成計劃之後 在各項預設指標方面的發展 屆時才能夠得知 計劃是不是達致所定的指標 此外政府會檢討計劃第一期的成效 考慮增加學員的名額 擴大我們的目標群組等方向 優化計劃並且推出第二期 請劃增加學員 詞細節